双十国庆即将在本周四登场 那么庆酬会选在昨天下午在府前广场预演 有五驾的涌音高叫机先行冲场揭开示幕 随后是北姨女的跃移棋队 还有看到有职棒跟直郎蓝的啦啦队展开暖场表演 为了宪兵快返连则是驾驶了新型的重机 展现了华丽队形 连串的彩排演出非常精彩 让围观民众频频拍手叫好 涌音高叫机陈武基大宴队形 从府前司令台掠空而过 为国庆大会预演揭开序幕 吸引不少民众注目里 不过精彩表演还在后头 走位变幻队形动作整齐划一 每年国庆少不了的北姨女乐仪齐队 举手投足竟显弦洋溢活力 随后再由三军一队接棒 展现磅礴气势 昂首阔步耍花枪 三军一队这回搭配 多首知名进行曲 更特地安排人员 在队伍正前方遥控 营造出波浪队形 同样让观众大饱眼福的 还有他们 啦啦队女孩一字排开 热情四射卖力应援 今年庆酬会 一口气请来三大啦啦队 搭配一旁Q版人行偶 要为国军加油喝彩 附近广场摇身一变成为法乡区 暖场活动告一段落 煮菜这才端上桌 限制部快速反应连骑士驾驶 重达三百六十一公斤的挑战者 重击 精准掌握油门 排演队形 府前广场综合交错 展现绝佳控制力 等到双十国庆正式登场 将协同奥运帕运国手 在府前展开英雄大游行 而整场活动最关键的一幕 当然是这个桥段 两架黑鹰直升机护航半飞 在由前方的CH四拐直升机 在国歌演奏下 吊挂超大幅国旗飞跃总统府 再在彰显我国的兼任意志 一连串精彩表演抢现曝光 国庆大典即将登场 势必也让国人万分期待 记者夏军城皇 企养SNG小组采放过头